學生們排隊等著量體溫消毒後進入校園 任何步驟都顯得非常重要 老師跟教官也特別站在校門口迎接 17號這天對北科復工來說是另類的開學日 因為長榮機師傳染給兒子 導致學校開學第三天就停課14天 還好居隔的師生傳來好消息 有225位師生送集中檢疫所做居隔 經過兩次到四次的採檢 PCR都是陰性 因此在今天我們選擇學校要進行復課 不過還有57名的師生保險起見得多進行一週的自主健康管理 分別在22跟23號就能返校 到校上課跟線上上課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到校吧 線上我根本就沒在上課 我比較喜歡學校上課 為什麼 因為線上課沒有那個感覺 市府也非常重視任何環節 除了復課前一天大清宵外 市長鄭文燦還特別到場關心防疫設備 喔不OK 你們這個全是透明 吃太久每天都在洞裡面吃飯 心裡會不舒服 不過這些措施僅止於防範 學生跟家長們最關心的還是即將開打的BNT疫苗 統整全台國高中目前醫院調查 台北 桃園 新竹 彰化 高雄 同意接種率都高達九成 台南目前只有五成的學校回傳 而台東的部分 國中生跟高中生也有百分之九十一的同意率 各縣市從二十二號起 就會先為高中職生接種疫苗 TVBS新聞廖宗信李淑薇 吳宇亞桃園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